赏养这个人原名叫拱笋养 因为他是卫国人 所以大家也把他叫做卫养 卫养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正法推长生 对发贾思想特别感兴趣 也比较擅长 毕业之后就在占国 祈求那个卫国找了个工作 跟着卫国的乡国拱笋搓混 但是卫养当时在卫国混的并不大地 但拱笋搓上了年龄 挖冰床上一套 快刮来的时候 卫国国军卫辉王卖了二斤举子 就跑过来看老干部来了 然后卫辉王就问老干部 老挫呀 你说你这要是两拖也等在卫国杀龙呀 卫国怕不开跟着你一块走来 拱笋挫就跟卫辉王说 领导呀 我绝对你还能再抢救一下 假如你要是抢救不过来 那说定还有个叫卫养的总数字 这小伙子虽然年轻 但绝对是个人才 领导可以考虑一下 让卫养解惯卫国朝政 卫辉王挺完死歪表消息息 类型那个啥 卫国国相这么多的一个 杠位你竟然让他搅个一个小伙 你这不是坑了吗 然后拱笋挫又给卫辉王说 领导要是觉得卫养不行 那你一定要把卫养给咔嚓了 不敢让他跳槽到别的地方去 要不然以后有你哭的日子 拱笋挫说完 卫辉王就呵呵了 说这事情就不惯了 你把你心吵好就行了 等会吃完举子鸡里把皮扫了 然后拱笋挫又把卫养给叫过来 给卫养说 那刚才给领导推荐你打过香 但看领导那个意思 人家看不上你 那跟领导说的是 要么用了你 要么多了你 现在既然人家不大吵用你 那你心里还二楼七上 赶紧跑路吧 拱笋挫说完 卫养就给公主说说 挫说的 你也太把你盗了个人来吧 既然领导都不听你的话用 那咋还会听你的话啥呢 之后拱笋挫两次一等就挂来 拱笋挫挂来之后 秦国这边秦萧公 为了能够恢复秦目公司起的八业 就面向全球找拼 卫养听说之后 拉着剑的就跑过来阴厅来了 但是卫养之前又不认识秦萧公 像面司都照不见秦萧公 办公室门朝那边开着 最后不知道 卫养咋跟秦萧公说的 下一个新静的胎监来信上了 然后捅过静见 秦萧公一共面司了卫养三次 前两次面司 卫养大谈帝王自刀 一哈把秦萧公给说克水了 秦萧公非常生气 心里面就死了 你是过来面司来的吗 还是过来跟个骗喊传来的 你把个骗克水的 你想说啥 这一直到了三面的时候 卫养才说到了 要秦国发之徒八业 这一哈说到了秦萧公信上来 秦萧公决的卫养 说的号 说的喵 说的呱呱叫 之后秦萧公和卫养 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最后决定让卫养在秦国 注持编法 卫养在秦国一共告过两次编法 第一次编法 秦国独成在岳阳 这次编法涉及知安 呼及水手盾方面 既降丽龙梗又降丽君拱 让扑动人又了出头之日 在编法腿型的第一年 很多人不习惯刑法 就觉得这编的刀是个啥 一定都不方便 心里面还有点递出 然后卫养就像照个电刑给搬一哈 用刑法侦涉一哈秦国人民 就在这个时候 在秦萧的四儿 也就是秦萧公的儿子 党时的胎子营私犯法 这一哈把卫养给挣的不回来 毕竟这货以后是要继承秦国国军的 要是把这个给搬了 那确实有问题 然后就把营私的量的Loss 拱字钱和拱损库给搬了 让你让他给挖不脚带好 把胎子两位Loss办了之后 秦国老百姓一哈拐了 原来刑法不是开玩笑 只要你甭干刑法来 不挂你死贼 是要办你就办你 在第一次刑法腿型十年之后 秦国实力有了献猪提升 几奔走到了 路步十一夜步庇护 家家又余粮 可以说编法那是想党的成功 当秦国在咸阳建了信赌城之后 魏阳开始在秦国腿型第二次编法 这次编法由凯钱末君先知 痛以度量横等方面 算是第一次编法的一个不冲省级办 在第二次编法第四年 那个龚自前不知道咋高的 成了个官方又犯法了 然后魏阳就根据诡定 给龚自前来了个一行 就是把龚自前鼻子给割了 魏阳这一割 也就把自己半截绳子给割进土里面 只不过魏阳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魏阳除了在秦国 俯蒙霍霍霍 助持过编法 整强秦国政替势力之外 他还是秦国的元大将 魏阳显示一大良招的身份 衰令秦郡保卫了魏阳的赌城安依 此后又衰君拱大魏阳 然后魏徽王这次就拍龚自茂 带着魏阳对抗秦郡 因为魏阳还没有跳脱到秦国之前 一直在魏阳昏着 所以魏阳和这个龚自茂以前就认识 算是个祸绩 到秦魏亮君堆滞了以后 魏阳就开始忽悠了 给龚自茂说 来你想过来 咱想不大了 咱坐下来把这四千说一口 那把我的秦国昏下降别让你抹一口 然后龚自茂挂得太天真 还真就跑过去跟魏阳说事情了 但龚自茂过来 魏阳直接就把龚自茂给放了 秦郡大败魏君 这次大赢之后 秦小龚把赏阳讽为了赏郡 讽低就在现在的山西省沙洛斯那块 耶稣因为这个原因 魏阳也被叫做赏阳 魏阳在秦小龚活着的时候 没有点问题 在秦国混的特别好 但是秦小龚跟咱一样 平常耶稣吃饭的不是冲颠的 纵是会去世的 在秦小龚去世之后 可鼻子里拱子前就跳出来了 聚包赏阳 给秦小龚打儿秦晦文王说 赏阳要做饭 你赶紧把人王四了正 赏阳在秦国混了这不多年 除了将北混了一大队 十全耶稣非常大 秦小龚能够震得住赏阳 但是秦晦文王能不能震得住 那真就亮说了 秦晦文王更有可能 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 就下定逮捕赏阳 赏阳跳了之后撒退就跑 但是最终没有跑出秦国 之后回到省地弃柄对抗 最终被秦晦文王拍饼给撒了 完色了还把赏阳使兽给扯咧了 秦晦文王虽然撒了赏阳 但是赏阳执法在秦国 走到了省色而发不灭 这为此后秦国继续富强 提供了制度几处 虽然赏阳最后没有山种 但大秦帝国的崛起 赏阳又不失自宫